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蕉是一种happy food 不单价钱便宜 好吃又有益 还可以令大佬制造血清素抗抑郁 用它来做蛋糕 一定大受欢迎 今期就教大家做一个 保证不会失败的香蕉蛋糕 和朋友分享就一定开心了 做法 先将柠檬刨皮、榨汁、面粉过篩 香蕉压成香蕉蓉 加入柠檬汁搅匀 再将部分柠檬汁加入鲜奶拌匀 将牛油、红糖、白糖混合搅拌 然后逐点加入鸡蛋打匀 加入混泥奶油 用手提搅拌机以快速混合 打到蓬充状态 成为混合蛋漿 另备一个锅盘 混合面粉、梳打和盐 交替倒入面粉和牛奶 混合蛋漿之中 搅拌至完全融合 最后将香蕉蓉放入和搅匀 成为蛋糕面糊 预以烤炉180度 和在烤盘上涂上牛油 和均匀灑上面粉 将面糊倒入 活平 将烤盘调低至150度 放入焗盘中 焗大约50至60分钟 其间将牛油、忌廉芝士 小许柠檬汁、柠檬皮、糖霜 用手提搅拌机 打造适当的软滑度 成为忌廉芝士酱 蛋糕焗好之后拿出来 攀冻后 涂上忌廉芝士酱 食时分成细件 配杯咖啡或茶 成为开心的下午茶餐 さて